又来了哈 中泰东盟创新港 今天来参加中国广西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政府泰国招商推荐会 绿色技术银行曼谷中心 共享机遇共谋合作 本次推荐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政府主办 承办单位则是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 以及泰国广西商会 协办单位则是泰国启迪伟华中心 又是一个贴心的主办方 还有茶点 寄付泰国特色的芒果糯米饭和榴莲糯米饭 2023年5月19日下午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政府 在中泰东盟创新港 举办共享机遇共谋合作 中国广西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政府泰国招商推荐会 中泰东盟创新港坐落于泰国竹兰龙宫大学创新园内 该载体将集聚中科院科研人才及技术成果资源 发挥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 立足泰国辐射东盟的积极作用 上海智达家庭智能充电 今年11月 泰国绿色科技及低碳出行展览会 阵容很强大 主办单位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泰中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国际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单位泰国能源部 泰国高等教育科学和创新部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 周泰一霞青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新活力新动力 泰国地处中南半岛中心地带是东南亚与南亚 东方与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点 在多么国家的区位优势尤为明显 其产业发展也较为合理 且在整体上高于广西南宁的产业发展水平 因此此次南宁市清秀区泰国招商推荐会 旨在通过与泰国开展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 又是商贸业、现代农业等方面开发、合作 以此巩固清秀区国际城市区域的地位 以及加强与泰国经贸往来 南宁与东盟国家合作交流广泛 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等 六个东盟国家在南宁清秀区设立总领事馆 东盟十国和日韩在南宁清秀区设立商务联络部 连续八年清秀区入选中国百强县区 于2022年位列在地百强区44名 是广西唯一上榜城区 清秀区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会职所在地 是南宁市的核心城区 也是全市乃至全区党政军各机关所在地 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信息和会展中心 广西南宁市清秀区推荐环节 清秀区经济发展局和信息化局局长画廊 介绍清秀区的区位、产业、政策、制度优势和营商环境 清秀区常务副区长邢义波 清秀区是一个面向泰国企业家展示清秀区多年以来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 将吸引更多境内外优质企业来到清秀投资和发展 青山翠绿、克榴莲、秀丽南湖、荡小船 让我们荡起中泰友谊的双奖 让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是丁丁